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 是由明锐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法国发生两宗劫持人质案 其中一宗两名劫匪正式发动杂志社恐怖袭击 根据最新消息 警方在两宗案件当中总共击毙三名劫匪 本国在上月 损失4300份工作职位 但全国失业率仍维持在6.6% 晚上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5年的1月9号星期五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主要新闻 法国巴黎接连发生枪击案 警方攻入两处挟持人质地点 击毙三名疑犯 四名人质死亡 另外法国传媒报道 南部蒙鼻力哀 同时发生写实人质事件 法国警方攻入藏有杂志社枪击案 两名嫌犯的印刷厂 一轮枪声和爆炸声后 印刷厂冒烟 警方其后证实将两名嫌犯击毙 救出人质 两名枪手分别为34岁的萨伊德和他的弟弟32岁的谢利夫 他们在巴黎东北部偷出一辆车后企图逃走 警方同枪手在公路展开追逐站 之后来到东北部戴高乐机场附近的一个工业小镇 一犯挟持人质藏匿在一间印刷厂内 与警方对峙多个小时 警方曾派出谈判专家 一犯拒绝投降 声称要成为烈士牺牲 但答应警方要求让附近学校的约签名学生安全疏散 当局要求居民留在家中不要外出 戴高乐机场两条跑道暂时关闭 不准降落 以免发生意外 同一时间 法国警方攻入巴黎东部一间超级市场 现场传出多次爆炸声和枪声 枪手最后被击毙 外电引述警方消息指 有多名人质死亡 当地周五下午 枪手闯入之间专卖犹太人食品的超级市场内开枪 并挟持多名人质 包括妇女和儿童 警方证实 枪手是前一日在巴黎南部 涉嫌枪杀女警的库利巴黎 只和杂志社枪击案两名嫌犯 属于同一激进组织 另外法国传媒报道 南部蒙皮利埃一间珠宝店 一名枪手闯入店内 挟持两名人质 警方已经包围现场 暂时未知是否与巴黎杂志社枪击案有关 法国总统奥朗德赞扬参与突击行动的警员英勇 拯救人质生命 奥朗德发表全国讲话 指警员表现专业 感到自豪 他表示 会确保市民生命不受威胁 促请国民保持团结 因为团结就是对抗恐怖主义的最佳武器 法国巴黎查理周刊 袭击被视为当地50年来最为严重的袭击 两名一犯据报与伊斯兰极端分子有联系 已经被美国列入禁非黑名单 32岁的谢里夫与他较年长两岁的哥哥萨伊德 是在法国孤儿院出生长大的阿尔及利亚一兄弟 谢里夫曾是薄柄宿地员 席而唱饶舌歌曲 十多年前开始接触到极端伊斯兰思想 并加入一个左极端组织 谢里夫原本想在2005年跟随其他极端分子 取到叙利亚前往伊拉克对抗美军 但在出发前被法国警方拒捕 被扣留三年 他在08年出狱后形势变得低调 当年代表他的律师表示 以为他已经改过 至于谢里夫的哥哥萨伊德 相信是由弟弟引导参与极端伊斯兰活动 美国早已留意到 谢里夫和萨伊德两兄弟 据报两人多年前已被列入禁非名单 及怀疑恐怖分子资料库 路透社引述野门情报消息报道 萨伊德曾在11年前往野门 暴称禁修宗教 期间会见当时的基地组织分支领袖奥拉基 但未能确定萨伊德 是否在当地接受基地组织训练 在美国出生的奥拉基 流利英语 加上他善用社交媒体 成功从西方招揽恐怖分子 并策动袭击 有人甚至认为 奥拉基是前基地组织领导 拉登的接班人 但奥拉基在2001年 死于美军空袭 重创基地组织的势力 来看本地方面 来自北极的寒流再次袭击南安省 预计今天晚上温度将再次降至零下10度 加上风动效应 感觉零下20度 多伦多义务官麦基翁 今天向多伦多发出极度严寒警报 他警告 在严寒状态下 皮肤暴露室外将很快冻伤 逗留户外可能造成体温过低 卫生局呼吁市民在极度严寒警报期间 市民最好致电身体较差的朋友或亲戚 严寒对婴儿 老人和无家可归者 影响最为严重 约克区列治文山 今天早晨发生路人被火车撞倒的事故 初步消息说 约克区警方在上午大约4点43分收到报告 有一个人在Young Street和Major McKenzie Drive交界地区附近 在距离一个Go Train火车站不远的地方 被一列加拿大铁路的货运列车撞到 有报道说 伤者是一名20多岁 没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的男子 被发现时仍然有知觉和呼吸 他在被送往区内医间医院后 随即被转至多伦多医间医院接受治疗 Go Transit在事发之后取消了一班火车 而火车服务现在恢复正常 警方仍在进行调查 多伦多伊顿购物中心三年前发生的枪击案 今天进行量刑聆讯 案中被告25岁的男子豪宾斯 因为在购物中心射杀两名男子 被裁定两项二级谋杀 五项严重袭击 以及一项刑事疏忽导致身体受伤等多项罪名成立 其中二级谋杀罪 最高刑期可被判终身监禁 10年到25年内不准假释 案件在2012年发生 被告在伊顿中心当时挤满人群的美食广场开枪 引发群众争相逃避 事件造成两名男子死亡 另有五个人受伤 再来看 多是一名前牧师怀疑因出现婚外情 而阴谋杀害怀孕妻子 法庭今天裁定其误杀罪名成立 案中29岁的女受害人 是在2011年10月17号 在位于世交堡的寓所 被发现在浴缸中溺毙 验尸结果显示 她的血液中有镇静剂 死者的丈夫是一名牧师 她最初否认一级谋杀罪 而陪审团在上月裁定她误杀罪名成立 控方在审讯期间 指被告有预谋杀害妻子 以便可以继续与一名女教友婚外情 因此要求法庭判处被告 一级谋杀罪名成立 但最终 陪审团在去年12月裁定 被告误杀罪名成立 法庭今天将被告判监15年 扣除以服刑时间 要入狱14年8个月 好 本地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金段广告 广告之后 将为你带来家国新闻 天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与中国共有12个分社 避免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致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够出户完成机票和旅游团预定 保证您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风采无限 天宝旅游 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小客 你不要跟我这么见外 我发现自从上次 你帮我修所之后 似乎的刻意给我帮出去 一里正发作就是这个样子 老是觉得周围的人都想害他 刚才说的都是气话 你都别当真 行了 行了 你赶快去追吧 要不要出事了 你是七个大孩子的骂 很适合拉伤 你都不管不问 你就不太担心了 全新英文财经消息 更快更准 观点独到 聚焦热门消息 分析全球经济走势 周一至周五早间9点半播出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寺 房丽及夫人高丽娟 在本月27日晚 举行了离任招待会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 19日举行庆祝建馆 30周年的招待会 和首个开放日 由三级政府 及本地社区代表等 超过百人出席当天的活动 大多股市下午来拜拜 与您相约 好 欢迎回来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家国方面的消息 加拿大统计局 今天发表报告称 家国在上月 损失4300个工作职位 但全国失业率 仍维持在6.6% 该项家国劳工市场调查指 上月增加5.35万份全职工作 但减少了5.77万份兼职工作 连续第二个月减少工作职位 去年11月也减少了1.07万份工作职位 但去年9月份增加了7.41万份 10月份也增加了4.31万份工作职位 以去年全年纪 加国总共增加18.57万份新工作职位 主要发生于下半年度 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也指 加拿大年轻人的失业率 上月微升0.3% 增至13.3% 但去年与前年比较 去年增加了6.25万名年轻人获得工作 来看国际方面 智能电话已经成为现代人 日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甚至很多人出现上瘾的迹象 当电话不在身边的时候 可能会引起焦虑 甚至影响专注力和工作表现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美国密苏里大学一项研究 观察测试对象在电话随身 及不随身情况下 工作表现和身体状况有什么变化 研究员首先指示一众电话用家 带上量血压的仪器 然后邀请他们玩一个寻字游戏 完成后 研究员测量参加者的心跳和血压 并询问测试时的感受 之后 研究员对测试对象表示 他们电话内蓝牙装置会影响血压剂运作 请他们暂时交出电话再多做一次测试 而在第二次测试期间 故意致电给他们 令他们听到自己电话发出声响 研究发现 测试对象在第二次测试时 表现明显较第一次差 心跳率和血压也显著升高 测试对象表示 做第二次测试时 焦虑感觉更为严重 研究人员指出 实验显示 当进行一些急需专注力的活动 例如开会 考试时 电话最好还是随身 才不会影响表现 美国经济好转 有调查机构指 民众更加频繁外出用餐 也更注重食物质量 逐步走出金融海啸的阴霾 不少美国民众 不用再过节衣缩食的日子 有专注饮食业界的调查机构指 手上有更多的余钱 大众更多外出用餐 不少餐厅营业额增加 调查机构执行副主席指出 近期油价下跌 也是餐饮业界生意增加的另一因素 因为更多人愿意开车外出 到餐厅用餐和消费 调查机构又指 社会的主要是较高档次 和标榜健康饮食的餐厅 因为大众比以往更加注重 植物的植素和营养价值 过往不少人爱会顾的快餐店 生意增长反而没有那么明显 有财经界人士指 去年不少新上市的饮食股走势不错 更有个别股份股价增长一倍 对即将上市的饮食股感到乐观 在如今的社交网络时代 从事电视新闻行业 要追赶新闻消息的速度和准确度 两者都非常重要 而这些也成为观众 是否选择追看电视新闻的关键 其中传媒公信力更是不可缺少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在法国杂志社枪击案的报道当中 没有谨慎查证消息来源 犯下了报道失实的大物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 全国广播公司在法国杂志枪击案当中 错误报道一名枪手死亡 两名遗凶被捕消息 全国广播公司就此事解释 至当时是单靠两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 没有向法国当局求证造成错误 据报在枪击案发生后 已跟消息来源保持接触 但看见其他传媒已有不同报道出现时 为安全起见先在报道当中 加上消息未经证实自言 在此类重大新闻出现时 各大传媒均会争分夺秒 希望可以抢先报道 如在2013年发生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曾有多间机构在遗凶娇哈尔被捕前两天 错误报道了他已经落网的消息 在资讯爆发时代 大家对任何消息最好都是先查证清楚